- 大家好,我們是台灣陸根平台團隊,那我是提安倫,好朋友,那講到這個題目,其實最主要大家會聯想到的就是陸品專案 那我們如果直接在Google頁面上搜尋陸品專案,其實會看到相當多各縣市政府,他們都花了非常多的時間跟金錢在投入這個議題 那可是如果我們一折一折點下去看,看到新聞就不免就會看到這些就是政府單位雖然做了很多,但大概都會有四五成的市民是不滿意的 那所以這就是我們想要解決的問題,就是政府其實有花非常多的經費跟時間在解決這個問題,但用務人其實他們還是覺得不主動 那我們探討這個問題應該就是主管單位的標準跟用務人的標準其實是比較 可能有一些落差,那同樣我們雖然可以查到一些專案單位的驗收標準,那他們其實國外戶就是去做國有利清的抽驗 然後當然他們也會做平整度,但其實他們都是一再也做抽驗 就是他的取樣頻率是非常的不足夠的 那另外一方面,幽路人的觀感其實就很單純就是我開車覺得晃動或不晃動 那這其實是一個很主觀的感受 那所以在這個專案裡面我們希望做的事情就是去做一個客觀的指標 那直接關係到晃動這件事情就是我們可以用現在非常常見的手機裡面 就用那件那個加速度龜來某種程度的去取代那個去記錄晃動的感覺 那用這樣的設備我們也可以非常有效率的去收集資訊 那當兩邊主管單位跟幽路人我們都可以採納這樣的指標的時候 那他們可能就會有一致的標準,那這些問題就可能不再存在了 那為了要用這個建立這樣的客觀指標 那我們會設計一個故事去完成這件事情 那首先當然就是我們要把手機或者是我們預計要發展的數位派 然後裝在車子上面,然後去開去收集跟使資料 然後去透過一些演算法去計算 下速度龜的一些統計資訊,然後去偵測互平坦 然後最後同樣的手機有GPS,我們可以把作料資訊丟回SERVER上去做分析 所以我們就可以回到政府單位告訴他說 maybe哪條路不好,哪個路段有問題可以慢慢去修或之類的 那修完以後我們再去做,然後一直重複這個循環 然後就會希望可以達到我們的題目就是路更平這個目標 那根據上面的流程,那我們就會有一些實作的階段 那首先剛剛講到我們要建立便利性的工具來做資料採集 所以剛剛講到數位派,我們在常態的監測上面 我們希望你是固定放一個東西在那邊,然後插個車充 GPS裝好,然後你假如一開車它就自動會收 不需要任何使用者去做操作或是之類的東西 那另外一部分就是一般的使用者我們不會在車上裝這樣的設備 所以我們會做一個web app 就是你如果希望參與這個議題,可以提供我們資料 或是你覺得你家門口有路不平的時候 你想要測測看的時候,你就連上我們的網址 然後只要你的browser一打開,我也這樣把你的資料收回來 那收回來一樣,我在該端,我在你的手機上 我就會去算這些平不平坦的問題 然後回傳到我的server去做區域性 不同的人,就是不同使用者 大家丟回來的東西的一個指標整合 那最後當然,我為了要讓政府單位接受這件事情 我們必須要去跟他討論,必須要請他接受或採納這樣的成果 那最後我們會有一個驗證階段 當然就是驗證剛剛的流程是不是ok的 然後裡面當然牽扯到很多問題,一些變因啊 就是比如說行車行為或是一些特定路的一些地形 那會不會影響到這個指標準確度 那這次我會去嘗試去做測試 那最後我們當然一定會自行採集一定的數量 去說服各位跟說服政府單位說 這個東西是可行的,它的指標是有意義的 這樣 那這次剛好是我們前幾個禮拜採集就是中原 那我們現在大概在這吧 我們剛好沒收到這一段 因為我不知道今天會來這裡開會 那所以這是我們目前收的一個原始資料 那其實紅的就是代表不ok的地方 那綠色是代表ok的地方 大家給他出去的時候可以看一下 那一點一點就是有點固定間隔 因為剛好那條路上有一些那個 減速樸就是那個凸起來的東西 那其實這樣的指標 他是真的可以感受到一些東西的 那我們專案大概就是這樣子 謝謝大家 其實公民科技就是可以用一些小工具 然後可以大量分散的使用 而不是過去以前可能要用很專業的儀器 才能夠去少數的人來做檢測 來收集資料 所以以上五組就是我們這一次的獲獎團隊 那如果大家對於這些題目 想要更深入的了解的話 那今天團隊的人都在現場 大家剛剛也都有看到臉 所以如果有興趣的話也都歡迎 可以就是找團隊的人聊聊天 那未來也可以在slack 或是在那個Facebook的那個後期中醫 也可以找團隊一起來 有問題都可以來詢問 所以那今天大家繼續聽歌頌吧 嗯